我知道 Horn教授好 Horn教授好 真的 说谁啊 我都能相信 她 这还有假 哪来的小道消息 公安局啊 这世界只有你没做过的事情 被别人诬陷你做过的 没有你做过的事情不透风的 这话怎么理解 这逻辑上说不通啊 他到底是被诬赖的 还是做过的呢 当然是做了 公安局都来人到学校调查了 慢点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 王吴小舍 院长请您过去一下 确有其事 千真万确啊院长 人家都把这个罚款单的复印件 送过来了 您要是要的话 我明天给您送来一份 真是没有想到 一个堂堂的大学副教授 人民教师 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对了 你把材料让我看一看 我们既不能错怪一个好人 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即便是公安局部做处理 我们内部也要做处理 否则怎么对得起学生 家长 同事和领导呢 好 你先回避一下 好 王教授 好 王老师 我找你来 是有些事情想和你聊聊啊 为什么事情 我想你心里有数了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好呢 王老师啊 王老师啊 我听到一些传言 说是你最近出了一些事情 希望呢 你能跟组织上较较心 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你一定的帮助 我能有什么事 我好得很啊 王老师啊 本来 我不想把事情挑明 希望你自己呢 能有所醒悟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说了吧 公安局是不是请你协助调查呢 究竟为何是你自己说说 没有什么事情 私事 私事 对你来说可能是私事 但是对于学校和学院来说 那就是事关名誉的大事了 你是不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 做了一些 有损学院和人民教师形象的事情 没有 绝对没有 那是误会 王启东 我找你私下来谈那是给你留面子 误会 误会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没有证据我们能乱说吗 派制所已经把电话打给校方了 你看看你这样子 对你自己所犯的错误 不但没有认识 没有悔改之心 反而理直气壮了 你 你这简直是到处沦散 不会做一个人民教师 人民教师的标准多得很啊 我若不配 很多人更不配 我是一介草民 不像有的人 失去了现在就失去了所有 得钻结手中的一切 我怕什么呀 再说了 谁会庇护我呀 在这个学校这么多年 哪一步不是我凭自己的实力干出来的 我靠过谁 我求过谁呀 以前我没有求过人 支撑几次被人挤下去 更何况现在了 你还有事吗 没事 我回家烧饭去 来 王教授 下课啦 谢谢啊 来唱 张秘书 你通知各系的领导和党员 下午四点钟在小会议室开会 记住了 不准请假 不准缺席 一个都不能吵 这样的人 愧为人民教师 这样的人 有分我愿荣誉 这样的人 简直就是不知廉耻啊 这样的人 我认为应该开除出教师队伍 开除党籍 孙初见 您说呢 这个问题 我也是觉得性质上蛮严重的 作为一名在校的教师 作为一名副教授 是有非常的负面的影响 的确要处理 的确要处理 但至于如何处理 还是要谨顺些嘛 本则成前毕后致病救人的原则 我认为 应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起到一个警示他人的作用 至于开除除教师队伍 还是要上报学校 让学校来处理 院长 您说呢 这样的老鼠屎害了一锅招啊 如果我们不严肃处理 今后 我们如何在学生中 树立老师的威望 如何做到师道尊严 我们如何 在学生中起到 言传身教的作用呢 即便是上报校方处理 我们也要禁言 要严惩不待 张秘书 你负责起草一份上报校方的意见书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那好 既然大家没有什么意见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会议内容 限于与会的同志 就不要外传了 赵秘书负责整理会议基要 那就散会吧 院长